今天是元宵节 但是要告诉大家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在全台各地有不少的元宵活动 都是取消或是延期的 好 如果是照常举办的 也把规模缩小了 而且必须要配合防疫的做法 像是台北市社子岛的夜弄土地工活动 在今天是照常举办 但是部分的商家不会打赏 而北海岸的野柳神明禁港文化祭 则是取消了传统的百人跳水禁港的仪式 这一回是用车巡来取代绕境 好 在现场还会增设防疫战 当然有很多这个活动的异动 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 不过说到了这个元宵节 就是农历的正月十五 要告诉大家 大家除了这个应景会吃吃元宵 赏花灯还有猜灯明之外 在传统习俗上头也有蛮多禁忌的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 好 在这一天 其实夫妻要避免会出现任何的矛盾 而且千万要好好的安抚小孩子 不要让他随便的哭闹 同时也不能够打小孩 以免会把家庭带来一些煤气 好 另外来看到这一天不能有剪头法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法字的谐音念起来 很像发财的发 如果你在这一天剪头法的话 就好像是说你把好运气都给剪掉了 另外还要来关心的是 第三点最好不要在这一天去看医生 除非你的病情突然加重 或者是之前就已经住院了 另外来看到在这一天 其实也千万不要出现工具 或是设备的损坏 因为就意味着这一年的财富流失 还有可能会有霉运降临跟发生 好 另外来看到这一天也要避免到郊外 还有坟地以及零骨塔 当然在这一天很重要的是 把你的财务看管好 不要丢钱了 因为在这一天丢钱的话 感觉就是说 你在这一年就把你的好运 还有钱财都丢掉了 没有好好顾好 另外也不要借别人钱 当然这个借钱跟丢钱是差不多的意思 另外弥钢见底 衣服弄破 杀身见血 还有说脏话跟爆粗口 都是千万千万最好不要做的 另外来看到在这一天 其实可以穿一些比较喜气的衣服 像是一些白色跟黑色 还有一些线条相间的衣服 最好不要穿 好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这两种颜色 和牢狱还有死亡是有关联的 如果在元宵节这一天 穿这两种颜色的衣服 有一说可能会事事不能如愿 当然其实这是传统的禁忌 还有习俗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 大家不一定要照做 但是放在心里 如果能够做得到也是蛮好的 当然还要来看到是在这一天 很重要的是要吃元宵 吃汤圆 但是恐怕很多人跟我一样 常常会觉得说 这个元宵怎么这么容易煮破 这个破掉之后 除了很难看之外 这个内馅也流失了 也就比较不美味 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 把握三招 让你的元宵汤圆不破皮 哪三招呢 来看到 其实水温70度左右的时候 再把这个元宵给放下去煮 不要冷水 也不要滚水 因为就很容易破掉了 好另外来看到 在烹煮过程 要避免水沸腾 也就是说 只要看它快要沸腾的时候 立刻再加一些冷水下去 然后如此一来 大概煮个两三次 等到这些元宵还有汤圆 全部都浮上表面的时候 那就代表说你的元宵已经可以实用了 好另外还要来看到的是 你装到碗里头 切记哦 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的装 因为如果你把它全部都一次 就想要装起来的话 很容易就会沾黏 当然只要沾黏的话 就很容易会破皮 以上呢 这些妙招 这三招 看起来非常简单 大家在今天煮汤圆的时候 不妨可以来试试看咯